在第一年学完现代 对现代的印象就是这一堆字 矩正 然后线性空间 然后向量 记忆底 坐标 对现代的感觉几乎是完全没有 在经过几年 实际的用一些数学 真正感觉到现代的好处 才抓到它的核心精神 那就是化繁为简 以简欲反一 那我觉得这八个字 就是线性代数 会这么重要的原因 我们再来描述清楚 我们把它写成一个16字感觉 那就是基础行为决定一切 有好观点才有好的做法 就是说对于复杂问题 如果我们能够处理它的一个基本的行为 基本行为处理好 复杂就处理好 那这样子其实是非常好的事情 那另外呢 就是要处理事情 你要先找一个好观点 用学术的说法 就是我们要找记底 我们要换坐标 当然重要的不是说 你要把这16字背起来 重要的是 你自己可不可以 在学完一年的现代里面 讲出你的这16字感觉 在接下来几年 在处理现代 其实我后来就觉得 现代最有用的一个概念 就是这个分合舍展的精神 分合舍展 其实就像下面这个式子一样 就是这样 你可以把它加法 你可以做完再加 甚至呢 细数基 你也可以怎样 你也可以算完之后再乘 那这样子有什么好处呢 我们就来看一个具体例子 这个299792458 如果我们想要问 这除以9的余数到底是多少 这个在国小里面就有教 其实可以这样 可以每个数相加之后再来除 但为什么可以这样子做呢 那这样子做 跟我们刚刚讲的分合舍展 跟我们讲的化繁一卷 以卷欲繁 又有什么关系呢